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经常有些人说思觉失调的高发期在年轻的时候 即是年轻人可能是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时候 接着我们就说在大自然里面 有没有一些可以针对着思觉失调的问题呢 博士我记得你上个礼拜就说了丁酸炎 这个丁酸炎基本上是一个化合成的物质 甚至乎它还有一个减肥的功效 博士我想问一下以往我们说思觉失调是要长期都会用药的 现在我们说有些大自然的这些天然的物质 或者合成的物质 基本上这个丁酸炎 我想先问你在我们身体本身是有没有的 你说我们其实整个人的身体是化学合成而已 基本上都是 你如果吃了一些比如苹果果胶去到大肠 大肠的细菌就会分解苹果果胶 又将它转成丁酸炎 不过现在发觉丁酸炎本身是有特别好的地方 所以苹果果胶的丁酸炎不够分量 就特意去抽一些维他命C出来 你好像吃铲是挺好的 不过你吃维他命C更好的样子 所以刚才你说这个看法就是 现在很多维他命C不是从铲里抽出来的 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实验室里面做化学合成而出来 在工厂里面合成出来 一吨吨的这样做出来 而且因为你上个礼拜说 针对着这个思觉失调 最主要是要令它们产生多些退黑激素 对不对 退黑激素可以增加三种的接受体 一个叫做5HT1A 这个就多了接受体 个人自信心会好些 第二种接受体叫Gaba A 这个就令自己控制自己的行为会好些 不会大叫大跳 第三种就是增加NMDA 这个接受体就可以令到认知能力好些 有没有真的听到 或者你以为神跟你在聊天 这个就是因为退黑激素而产生的接受体 对不对 退黑激素可以帮助你增加这些接受体 而丁酸炎就可以帮助你增加退出 所以就进了小场12支场就将退黑激素 可以将丁酸炎 12支场将丁酸炎转成退黑激素 所以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 它要有丁酸炎增加退黑激素 然后在丁酸炎增加了退黑激素之后 它就也可以增加了三种的接受体 其实它是一环扣住 当然如果大家错过了我们上星期的内容的话 大家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重温 今个礼拜我们想讲第二个话题 我们这一排讲很多人的成长过程里面 他可能会遇到身体的变化 如果今个礼拜我想讲讲一些年纪大的人 或者我们经常都会讲的就是认知障碍 我想认知障碍也是博士经常都会见到有人来问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的神经系统是会受伤的 受了伤之后当然那个功能就会衰退 所以我们能够修补那些受伤的神经细胞 那就不会衰退 那衰退基本上是我们年纪大的时候 人都会衰退是随着这个大事然而演变的 是不是 衰退可以是 譬如说 譬如说我跟你讲 刘远芬你现在新度有一张100元纸 你去买一张12元的报纸 那个报复要找你多少钱呢 那你说88元 那有些人计不了 88元就是说 你再去买一张9元的一个报纸 一个多少呢 那又减数是难一点的 那有时那些人开始 衰退有两种 譬如说 但是想写个字 应该很容易 但不知道怎么写 那个记性不行了 一个就是分析能力不行了 什么叫分析能力呢 譬如说一班人 一家人一起去看一个电视节目 看到一个地方大家都笑 就是你不会笑 因为你没有办法跟着那些逻辑 你就笑不出了 或者你知道你大便之前 一定要脫褲 你现在不懂得 不知道次序 那就在褲里面 对家人来说 也是挺困扰的一件事 因为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就变成是一个负担 我们要修补神经 神经细胞受的伤 如何修补呢 就用一种物质 叫做神经生长因子 叫做Nerve Growth Factor 如果我们能够有些健康食品 可以增加多些神经生长因子 就可以修补神经 修补神经可以哪方面修补 有个人手麻痹 又可以修补 就不会那么麻痹 或者那个人面痰 或者一个面戳戳戳戳 那些都是神经有关 或者中风 或者是开始有少少痴呆 就是懵懵懂懂 那我想问一下 既然你这样说 就是说我们其实 因为神经受伤 神经受伤 有很多不同原因 而导致神经受伤 但是我们讲开 老人之外也好,中风也好,都是与神经受伤有关,是吗? 是的,举例,有个人跟我说,他中了风,一半的身动不了,我跟他说,你试一下现在这样,用你的意志,控制你动不了那边,那只脚趾公,叫脚趾公打拍子,他说我打不了,但是脚趾公的肌肉是完整的,没有萎缩到的, 整个腿,整个脚都是完整的,没有萎缩到,就是我的脚的硬件都在了,但是控制脚的硬件,软件不在了,什么叫软件呢?就是神经控制肌肉的,永远都是神经控制肌肉,有些人中了风之后,他吞不到东西了,但是吞东西的肌肉完全没有萎缩到的,但是那个脑控制不了肌肉了,或者他说话开始两下两下,但是说话的肌肉全部都在了,但是神经控制不了肌肉, 都是那个神经要控制肌肉的,那那个神经生长因子,就是令到神经的触缩,可以延伸进去肌肉里面,那就可以动得到, 那还有他又可以修补神经,于是他就会有回思想,记忆那些东西了, 所以刚才你说的,硬件其实是没有破坏,它没有流血,什么都没有,其实它是很完整的,只不过它没有办法传递给那个硬件, 是啊,弹弓手就是这样,弹弓手就是那个神经的触缩,比如说它的触缩一去到手指尖,就控制手指的肌肉, 但是它在手指的底部那时断了,那它就要自己绑起手指,即是弹弓手, 那如果你把神经触缩,所以伸起手指尖,整只手指就可以动了, 所以刚才你说的,如果我们想修补这个神经的话,一定要增加一个叫神经的生长因子, 那能够增加这个神经生长因子的是什么呢? 健康食品就是在细胞里面都有的,叫月流浴间,这个细胞不是一些特别的化物品, 本来细胞是用来传导一些信息的,叫月流浴间, 那稍后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月流浴间,本身现在就有很多所谓的保健品里面有的成分, 那它是一个化学合成,是化学合成的,好,稍后我们回来谈谈, 人到中年有老花怎么算好?是不是随便买一副老花镜就能顶得到呢? 答案可能是你猜都猜不到,我们今集请来眼科专科医生, 陈仲恩医生和大家讲下怎算好,想知多些, 记得要留意新城健康管家啦! 我的事务所,主持刘远芬 其实我虽然和博士做节目做了很多年, 但是我有时觉得博士每一次和我好像一个温书那样, 他讲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大自然里面有什么好的植物, 当中有些是抽取了他最精华的地方, 或者某些他需要的物质做一个提顺之后, 就用在我们的身体。 不过今天博士,你刚刚说, 无论是针对着认知障碍, 或者我们说中风的, 某程度上都是在说他神经受了伤, 中风他神经受了伤, 我很明白, 因为他中了风, 可能因为爆血管, 可能因为失血管, 所以就是受了伤, 那些人好人好者, 那为什么他会有神经受伤, 这个问题是跟年纪有关, 还是跟他一些先天因素, 或者后天食座有什么有关, 令到神经受伤, 有没有一些研究的? 那个神经的信息, 就是靠神经的触缩, 神经触缩里面有些电流流着, 那我们怎么可以令到电流流得好些呢? 那这里就是有个关键, 就是神经生长因子, 可以多些触缩, 那如果这个神经是断了, 或者是受了伤, 于是就有耳鸣了, 或者如果断了之后, 就会有失聪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跟神经有关的, 比如说, 视觉神经出了问题, 就清光眼了,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维持神经的健康, 那神经怎么会不健康呢? 就因为神经里面的, 触碎里面有种物质叫粒线体, 它就制造了能量出来, 就推动一个电流向前移动, 那粒线体如果是死了, 或者是失去了, 神经的功能就差了, 那有什么呢? 譬如说, 不要太惊讶, 不要用那些生铁锅, 因为生铁锅, 因为生铁锅会做很多养油尼基, 譬如有些很贵的那些, 很重的那些, 那些煲, 那些煲, 全部都是生铁, 找个锅银刮两下, 就吃了都生铁了, 那还有呢, 譬如说, 在家里种些花, 有时候有些虫, 噴些那些, 灑虫水, 但是家里, 现在的气流, 根本不开窗, 因为开冷气, 不开窗, 所以那些空气的东西, 结果大家都吸进去, 那些养油尼基, 噴杀虫水那些, 就是因为那样东西, 而那些人发现, 柏金顺症病理的机制, 所以不在家里亂噴那些东西, 譬如说, 养油尼基包括, 就是噴发胶里面, 有养油尼基, 或者噴玻璃那些, 蓝色的index, 有养油尼基, 或者有些空气清新剂, 噴到全家里, 有些田园风味那些, 那些也是养油尼基, 现在COVID-19那些, 那些臭氧那些, 空气清新剂, 噴臭氧也是养油尼基, 那很多啊, 你这么说, 是啊,很多, 因为那些化学物品, 入侵了家里, 以前那些家里, 就开大幅窗, 开大门, 而且就是户外, 根本就不懂得用这些化学物品, 现在那些化学物品多得, 好像很方便那样, 那结果呢, 就是整个家里都是化学物品, 就是我见过, 不少人家里, 都会放一些清新剂, 甚至乎在COVID-19底下, 有很多人可能会放一些, 它说可以杀菌, 消毒, 消病毒的一些噴霧, 定时定下噴出来, 那这些会不会都有可能, 最惨是家里那些猫猫狗狗, 因为那些化学物品, 掉在地上, 那些猫猫狗狗, 是贴着地下生活的, 它的鼻子离过的地板, 最多是半尺而已, 所以那些化学物品, 被吸情吸收, 那刚才我们就说了, 如果你真的有这些神经受伤的问题, 不要理会是什么原因, 那你就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 类似刚才我们刚刚说的, 可能你讲的是, 认知障碍的问题, 或者我们说你中风口, 那你刚刚就说的, 有一个叫月流浴皿, 我记得我很久之前问过博士, 月流浴皿这个名字很化学, 究竟这个这么化学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在我们的身体, 是不是也是一个需要的物质来的呢? 有些东西很化学的, 譬如, 有一个字叫做Ascorbate Exit, Ascorbate Exit有叫做维他命C, 譬如有一个东西叫做Methylcobalamin, 这个就是维他命B12, 那这些全部都是, 你以为很化学, 其实都是日常见到的东西, 所以我就说, 其实这个月流浴皿, 基本上你刚刚刚说的, 都是化学合成的, 是吗? 现在是, 很大批, 因为太容易做, 那个结构是很简单的, 原本是一个, 原本呢? 不是, 原本是细胞, 任何的细胞, 去制造能量中间的一个过程, 是要用到月流浴皿, 那如果用了这个月流浴皿呢? 我们是, 希望它能够做得到, 就是修补了, 我们神经那个生长因子, 增加一样叫做神经生长因子, 增加成长因子, 就可以, 可以, 就算是, 小脑萎缩, 萎缩了, 我们经常听说, 神经死了之后, 就不能再生出来, 不是的, 这个月流浴皿呢, 可以令到, 就算萎缩了的老组织, 都可以生出来的, 嗯, 那我想问, 有时我们都会说, 不是什么一定是都有用的, 譬如假设有些朋友, 他们想去试一下, 那如果, 我们会不会都给他一个想法, 他不是盲目地去试的, 例如他试多久, 他应该会看到有个进步的空间的, 譬如说, 可以看看自己的分析灵量会好些, 在书局呢, 可以买到一些, 那些自力游戏的书, 嗯, 有一个组织叫Mensa, M-E-N-E-Z-A, 那他就是, 那个智商是95%以上的人, 那些人的一个组织, 那他们做的自力游戏书呢, 真的难很多, 是, 就是看看做不做到, 看看做不做到, 那我不用这么复杂的, 其实看自己有没有进步, 应该都是, 例如可能他计算数, 尤其是我们, 如果这件事, 我们今天讨论着, 那些认知障碍的人, 可能在一个记性, 是不是, 在那个, 譬如说, 你说中了风的人, 在一个说话能力, 如果你, 你真是想知道自己, 是否有进步的话, 大概多久, 他那个进步应该是会出得到, 但是看你吃多少份量, 譬如看, 还能不能背出乘数表, 那些, 你以为很简单, 有些人真的背不出乘数表, 通常要吃多久, 如果隔一次, 因为我当他吃三次的提讯, 就是这些, 譬如愈来愈減, 应该一个月才会看到, 看到他的进步, 是的, 如果他没有进步,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一定有, 一定有进步, 是的, OK, 我记录在岸, 没有进步打你手掌, 有一次有个家长跟我说, 他说, 我小朋友现在有些自闭症, 我说, 你吃着肉眼, 他说, 要吃到多久才停, 吃到你觉得他太聪明, 就要停的了, 是的, 自闭症为何对? 自闭症, 就是因为他的神经的速速太少, 于是他没有办法, 可以让他想得慢, 即是他想得慢, 他想得慢自闭症的人, 所以如果你说, 吃月流肉眼, 他有帮助的话, 你其实如果是的, 应该容易看得到, 我觉得中风也是, 甚至我们今天说的, 这个认知障碍, 如果他有进步, 你应该不会能看到的, 是的, 你觉得自己的手没有那么紧了, 可以松一点, 那你就知道, 有些事情做对了, 或者有些事情做对了, 即是方向对了, 那就可以继续吃下去, 那我想问你, 最后一条问题, 是不是每个人, 如果他有这些问题, 都是每天吃三次的方法呢? 每一次都是吃一个gram, 是的, 但是很多人忘记了, 每个恒心, 是的, 明白的, 当然, 博士给了他的建议你, 就是, 是不是采用这种方法, 就由你自己去决定, 如果你喜欢吃, 平常的西药, 中药, 或者其他的方法, 去治愈现在的问题的话, 当然可以继续, 不过博士就从他的角度, 他的专业, 讲一下他的意见, 时间差不多了, 博士,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